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可以去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349页 讲到349页 所以倒数第三页 好 现在讲到 止成就 他说 这个止成就 导师的说法就是 到第九助星之后 还没得出产之前 那么这个时候 九助星之后 这个叫九成就 就是止成就 九助星之后是止成就 这个止成就 就是他说是叫做味道地定 到底什么是味道地定 有没有味道地定 那味道地定在哪一个阶位 有时候 就是有一些人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我们一导师的就是 修完九助星就得到味道地定 那有些说 第九助星成就的时候 就是味道地定 他说 他说发定的时候 起初顶上有重处陷起 那么但非常舒适 所以头顶上有一种 特殊的感觉 非常舒适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是很深刻的 有重处 那么就引发身心清安 由心清安起身清安 那么这是极猛烈的 热片身体的每一部分 側骨側水 假设是热的话 那么热片全身 最殊胜的就是三残 大热 就是这里讲的所谓 側骨側水 但是导师这里形容 这个喜乐清安乐 因为如果你刚刚得禅定的话 那么你会觉得 那个是所谓的側骨側水 热片全身 当时内心大为震动 被形容为身心踊跃 就是我们讲种种的震动 那我们说这个有所谓的八处 就是身体会震动 身体会有发痒 那么身轻如影 身重如山 这些 这上次我们说过 好 他说等到这个冲动性过去 就有微妙的清安乐 那么与身相应 内心依旧无功用 无分别的 兼顾安住所缘 因为第九处心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才名为得定 就是你九处心之后延续 但是有这种身心反应 非常特殊的身心反应 那么他说这个才叫做得定 从此出定以后 你得了出定之后 行住坐卧中 都有清安及定的于事随主 就是他不会一下子没有 还会有一些势力 就像你跑 你跑很快 忽然间停下来 他还一直在喘一样 这个叫于事 那你这个定的 这个真上意的于事也是这样 他说好像常在定中一样 所以有些人 那么修念佛三月 他们他即使出了那个境界 他依然好像还在那个境界里面 但是他见识文身 依然是清楚的 他说如果再修止入定 持心不善 一下子就能入定 就是有一种那种经验就很快 假设你曾经入定过 然后你保持相续 那么你不很散乱的话 你要再休息是很快的 就一下子就进去了 像你拿着钥匙 那一开始找门找不到 找了很久找到那扇门了 那知道那是钥匙 那一开就开了 一下子而已 其实就是 如果你已经有入定的经验 那么你要再入定其实不难 其实不难 但是要相续保持 你就是不能够太散乱 他说 而且这种身心清安 能够不断地征盛起来 就是从未到地定到出产 从出产到二产 从二产到三产 出产到二产之间 还有一个中间产 那有些说要得这个产定之前 还有一个进分定 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 那上次我们在讲定的时候 也稍微有想过 好 那这我们就稍微 稍微讲到这里就可以了 他说我会不断地征盛起来 那么最高就是到 如果依世间来讲 最高就是到飞翔飞翔 那么再上去就要断飞翔飞翔 就要面进定了 这个就慎成定 那就最高是这样 但有一种说法就是 最高真的是到这里吗 没有更高的吗 那么有一些人也怀疑说 那禅定真的是到最高 就到飞翔飞翔而已吗 有没有更高的呢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释迦摩尼火修到最高 就是飞翔飞翔 他的两个老师 一个是塔婆的摩托子 一个是阿罗的迦兰 他最初修禅定最高的境界就是 这个无所有处跟飞翔飞翔 第八跟第九 所以后来释迦摩尼火修的禅定 最高也是无所有跟非常的微想 那这个就是最高的吗 还是有更高的 这我们不知道 那通常就是一般来讲 这个就是最高的 但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 可能还有最高的 但是以这个为最高是 因为释迦摩尼火修到这里 而且非常非非想上去 非想非非想就不能引发无漏 不能引发无漏味 跟解脱没关系 那你在就算有最 就算有更高的 有更高的禅定 再上去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 它更深就更难 那 那就是七定里面 就是四堂八定 非想非非想是不能引发无漏味的 那你说还有比非想非非想更高的 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 对于解脱来讲没有意义 所以不管有没有 那么基本上禅定就是到非想非非想 那你从非非想非想 你不能引发无漏味 你还要再下来才可以引发无漏味 所以就算有 就算有 它也没有意义 何况也不一定有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我们就也了解一下 他说现在讲禅定的这些特质 那因为这里是在讲大圣的禅定 那大圣的禅定跟 因为禅定有共四间的共二称的 跟不共三 不共二称的 所以这个叫做不共法 那差别在哪里呢 等一下后面会讲 我们先来讲 他说成就定的 这个先讲这个记忆 他说明显无分别 即妙清安乐 世道内外共 由官成差别 内道外道都一样的 就定都是共四间的 其实戒跟定都是共四间的 只有佛法的慧是不共四间的 那慧就是 慧就是所谓的四种政界 那么跟就是四千的四种中间 跟初四间的无产无我 这种观念 好 他说成就定的 能得由定所发的书胜功能 那我们说书定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调伏烦恼 第二个引发神通 第三个引发无肉灰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定可以调伏烦恼 尤其是调伏欲界的烦恼 那么你有定的欲界的烦恼 其实是不起的 没有断但是不起 那没有欲界的烦恼 烦恼就障碍就很少 因为它是无欲的障碍 那烦恼大部分都是 在运界的众生烦恼都是 都是由无欲而起的 那你能够调伏 那就是它就比较有力量 因为我们太多的力量 都分散在无欲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发神通 那这些神通有助于 有助于你更殊胜的 那是不一定有神 就是说定可以引发神通 通常是 通常是在市产是比较好的 但是出产基本上 就可以引发神通 通常是这么说的 那没有到出产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慧解脱的烦恼 它只到味道地定 它没有到出产 所以慧解脱的烦恼是没有神通的 但是它可以引发无欲 味道地定就可以引发无欲 但是不容易 那一般就是在 怎么讲 出产到无所有处病 这七个里面 好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讲 定它的作用 那它这里讲的是定的功德 就是定的相 就是你得到这个定 那基本上有些什么明显的不一样差别 那它说通片的定德 就是定的书胜功德 第一个明显 第二个无分别 第三个唯妙清安乐 所以它这里的祭送叫 明显无分别 极妙清安乐 那这种书胜是 所有不管你是内道外道 就是佛教还是外道 那么只要你修得定 都有这种 都有这种相 那先来看明显 明显是什么呢 心极明镜 所缘于心中线 也极为明显 如万里无影空中的明月一样 就是非常清楚 那你不管你缘什么 都非常清楚 比如说你缘这个落日 那么也是非常清楚 类似像这样 都非常清楚 那主要是这个心 心非常的明镜 那么第二个无分别 心安住而自然任运 就是你没有特别作意 它自然任运就这样 那么了了分明 不曾有什么作意的功用 那么所以当时的心境 沉浸得如波平浪静的大海一样 所以第一个是明显 第二个是沉 第二个无分别 也可以说心沉浸 第一个是明显 那这里是沉浸得跟 那么波平浪静的大海 那他说 真可说是心心极极 极极新鲜 那这个是修禅定的人 他的一个用语 那 心心是清楚明白 极极是没有忘念 他说 这个极极一个就是子 极极就是子 心心就是观 那白话讲就是清楚明白 这个是心心 没有忘念 没有忘念 这个是极极 好 那不会 没有忘念就是忘念止住 不会有外境什么善 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想这些 那也不会有昏尘 无忌 这些 所以 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禅定 要离开吊举 昏尘 这种 那他这个是更进一步 完全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心念 好 这个叫心心极极极极极 就清楚明白 又没有任何的忘念 在这样的定境中 又有微妙的身心心安 身心安 身心安跟心心安 因为离二行善 非常有利 又 他说 因而离二行善 非常有利 因为自然而然 那么 又极其自然 不像瓶齿的溺水行舟那样 于欲尽自然不其懒舟 那通常我们一开始都是要克制 克制自己 要节制 那不要太过懒舟 那到这个时候 因为他 他是在社界 他是欲界的身心修社界的法 那么有达到社界的层次 类似像这样 有点 因为我们是欲界的国报生 我们这个是欲界生 对欲界本身就自有那种 会汲取的那一种力量 就好像一只猫看到一条鱼 自然而然就会想去抓来吃一样 像猫喜欢鱼 老鼠看到大鱼 自然而然就会想去吃一样 那你可以不吃克制 主人再来不吃 你克制 那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自然而然不想吃了 那他就是有这种力量 那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 对五欲是自然有持取的那一种力量 但是他因为修禅定 他离欲 离欲二不善之法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成就了 他自然而然不会拦走 自然而然不会拦走 因为社界的热更殊胜 喜乐更殊胜 就好像这个乞丐 那么去到王宫里面 去到有钱富贵人家家里面 那么吃了大餐之后 有那个大餐吃 他怎么还会去跟人家 乞讨剩下来的收水饭吃 不可能 他对那种就没有兴趣了 类似像这样 那如果天天有那个富贵人家的饭吃 他怎么还会 心里面还会纪念 他放在家里面那一碗 讨回来没有吃完的那些饭菜 不可能 那所以 因为社界的那种喜乐是很殊胜的 像前面讲 他非常的殊胜 那么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不会再对玉界有任何 比较大的那种 比较深的那种执着 比较不会 所以玉境就是五玉境 色身相慰处 色身相慰处 妙色 妙生 妙香 妙味妙处 你对这些自然而然 你不懒卓 那也不会去想这些 那说大有懒卓不了的情况 就算要给你你也不要了 以前是要追追不到 求不得嘛 现在就是要给你你也不要了 那么 最低阶段的定金 就是那样的圣妙 就殊圣人 好 然而 这样圣妙的定 在四出世道中 就世间法跟初世间法中 大小圣道中 世间 初世间 初世间 初世间里面又分大圣跟小圣 小圣 其實就是这样 我们先分内道跟外道 内就是佛教的 外道就是世间的 世间跟初世间 佛教里面 初世间就是初三界的 圣者 就是凡圣分凡圣 凡圣就是世间的 圣者就是初世间的 圣者里面又分大圣跟小圣 小圣里面又分生文跟辟之佛 其实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定还是面外够的 就是共世间的 这个是共世间的 也是凡夫所可以修得的 所以历来很多人都有得定的经验 那么道家也有 老子肯定是有定的 那么其他的庄子这种 历史应该也是有 那道家也有修定的经验 他们修大桌天小桌天 那西方人也有 西方人那些灵修的 基本上也有 那这个即使是 面子都有外国的境界 那应该也会有 那么得定是你只要努力修 那么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 如果你努力 那么你过去上如果有经验 那就更快 那么就是你烦恼越少的时候 那时候修是越容易 越年轻修是越容易 那等到事情多了 或是业力障碍多了 那么有时候就不容易 那修定就是年轻 然后有体力 然后单纯修快 那如果你体力不好 其实就不好修 那妄想太多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因为越累积就越多 那么其实也不容易 但是你只要 基本上是怎样 就是固定的地方 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方法 持续的修 通常都会有一些境界 有一些经验 但是要修到什么层次就不一定了 那修定基本上要跟着老师修 你自己修很容易 因为你不晓得你会分别境界 或是你的方法不对 很容易会走到骗去 那么会引发一些 不是神通 就是会有一些鬼神相应的事 那就很麻烦了 那你会自以为 自以为得神通或怎么样 鬼神感通你以为得神通 那这种就是 就是修定最好要跟着善之士 就是跟着一个有修定经验的人 特别是佛教的 他不会让你拜错 不然其实外道修定也很多 很多也是得定的 外道有神通的也很多 但是不是有神通就有智慧 不是有神通就有智慧 而且神通看得也不尽全然事实 不一定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这个是凡夫可以修的 那底下这一段 就是一般人错误的观念 他说 有些偏好禅修的 不读不诵三教行典 那通常 通常不研究经典的有几种人 一种是持咒的 就专门持咒 一种是专门拜颤的 一种是专门念佛的 一种是专门禅修的 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认为 读书不是实修 所以多数的人会把 你拜佛念佛持咒 修苦行 修禅定 这个叫做实修 那你研究经典分别意理 这个不叫实修 所以有时候 我有时候跟人家讲 我是读佛学院的 他就会讲 那我们是实修的 那意思是怎样 意思是你读师就不是实修 实修就是 你一直在持咒 一直在拜佛 一直在诵经 这种叫实修 那你读书去分别 这个是什么道理 这个是什么道理 去思维无常无我 这个还不算实修 那你拿着一本 一本 比如说法伐禅 天天在那边拜 然后一本三位水禅在那边拜 拿着念珠在那边念佛 那修苦行那个叫实修 或是修苦行 又是什么意思 慈戒 这个叫实修 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 很大的误会 那底下就是讲这个 那很多人都是认为 就是 常常都认为 把实修的定义 把实修的定义 弄错 那我们看 因为这些外道都有啊 你就专注一心 修苦行 修禅定 诵经 照着遗鬼这样念 这其实不是只有佛教 这很多宗教都有 那佛教之所以 所以戒跟定是够外道的 会是不够外道的 但是这个会 这个会是缘起无常无我的会 这个不是一般世间 世间读的那些哲理 不是 那这个我们要清楚 现在还有很多人还是这样认为 就是有时候听到说 我们在讲街 我们在研究经典 那时候说 我们是走实修的路的 他的意思就是 走实修不用认识经典就是了 走实修不用懂道理就是了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都没弄清楚 八正到底就是正见正思维 那只有会才是不共世间的 那这个很多人不清楚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不读不诵三藏教典 就经历论了 那么以为这只是增长知诫 知识而已 那个对修行没有用 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对于羞耻没有多大作用 在这种远离了闲了教典 远离闲了教典 专心修行 凭自己的一些修持经验 就以为了不得 这个应该是导师当时看到的 其实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这种观念 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这种观念 所以很多佛教徒 包括在家很多女士教 就专心好好念佛 那个就是实修 其实你念佛也要知道 为什么要念佛 怎么念佛 念佛做什么 念佛是为了什么 什么是佛 你都要弄清楚啊 他说由于这是灵异的 那第一个他观念就出 那么他用功 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不管在家出家 只要用功都会有一些特殊经验 多少会有 那有一些特殊经验是因为他过去一生 就累积以来 所以这次很容易遇见一些语言 他就有这些 那多数人只要用功 多数人只要用功都会有一些特殊经验 那么如果你的观念不对 知见不正确 这些特殊经验就会害了你 就会局限你 像一条绳子捆住你这样 你就一直受他限制 那么你又以为 哇 你好像有很殊胜 怎样怎样 那么没有这种境界的人跟你讲的话 你根本就听不进去 你根本听不进去 那所以你就一直在外道里面 或是真上班 那么就会有这种情况产生 所以没有境界 没有境界对你还是好事 有的境界对你就不是好事 因为你有境界 但是你不会分别 这个就会很糟糕 你未来就 就好像说 你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 那你很有钱 这对你不是好事 你很快就去吸毒 很快你就弄这个去了 随着无欲去了 真的 但是你有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 那么你拥有很多钱 这个才是好事 因为你要用你的钱 来帮助更多的人 或是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那如果没有 你没有这种观念 那你忽然间 继承很多财产 很多财产中了头墙 就像这样 你就会什么样 就无欲 可能就是 你就会 不是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是降低你的生活品质 那你以为 你就用钱 你就买很多车 这个见过很多 现在只买四五部 再买大房子 后来支付不了 这个其实就害了你 所以修行 第一个一定要先从正见正思维开始 然后它养成习惯 什么叫养成习惯呢 就是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 就带有正见正思维 你都会去思考 因为你从读经典而来的思考能力 就应用在看每一个境界上面 解决每一件事情上面 你都有正见正思维 那正见正思维落实在正与正业 就是你的身心跟你平常的生活里面 正命 因为你的正见思维 不会因为你为了要生活 那么就怎么样 就去伤害别人 就去造作一些恶业 你不会这样 因为你有正见正思维 你有正确的因果观念 你落实在身心跟平常生活里面 那么稳定了之后 你在加工用型 正经济 然后修正念正定 那么由这个而起的正念正定 它一定是好的 就好像你增加了很多知识 你的价值观又好 你的个性又调了 你就算有很多钱 这些钱也不会害了你 它只会让你更能够利益众生 更能够帮助你自己 你也请拿着你的这些钱去进修 而不是去花天酒地去赌博去吸毒 不会 你一定如果有 花在你自己身上的 也是你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花在别人身上是让别人变得更好 那你没有带着这些钱 去跟朋友花天酒地去吸毒 去做什么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正见正思维很重要 正见正思维从哪里来 从沿途间点来 不然呢 你要去哪里 你都不晓得到你 所以大部分的人 其实现在的很多在家 即使出家的演讲 出家的还是这么说 就会觉得 读书又不能了生死 读书不能了生死 他修订 他持戒 他念佛 好好做 他就可以了生死 我告诉你 这样反而不能了生死 为什么 你要了解 生死的根本因是什么 这个很多人都很迷失在这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 一般我们常常讲 聊生死 就是你要出生死 出三界如鬼 那你要怎么聊呢 你首先要知道 生死 生又死 死又生 生又死 那这个是交流轮回 你生死的根本因是什么 人为什么会生死 人生了就一定要死 那么死而再生 生死死生 死生相信 它的原因是在哪里 如果你 你生了就不能不死 但是死了之后 你会不会再生就不一定 不一定 那你生死 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根本是什么 我见跟我爱 我们叫做 无名跟贪爱 所以叫做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那么无名中的根本无名 无名有很多种 不知散热 不知夜放 非常多 那么无名中的根本无名 就是不知无我 执着有我 这是我见 那有我见一定会起我爱 有我见一定会起我爱 有我爱就有我所爱 那么由这些发动 基本上就会造作造业 那么这些业就会感召生死 那么这个我见我爱 它又有后有爱 反正就是这些 所以 所以它的根本就是什么 就是我见我爱 那你又怎么样除我见我爱 你如果不了解 什么是我 什么是无我 你要从它里去了解 当然要从经典里面去了解 去分析 那我是什么 那我是什么 那我见是什么 那我是什么 佛陀就跟你讲 我是什么 可以从三种分法 色受想行事 五运是我 原而彼者正义 六处是我 地水火攻空事 六戒是我 基本上这样分 从生死生死 无名行事 灵色六处处处 埃及有生老便子 幽悲老苦 这个是我 那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我 那你执着这个我 那你执着色 还是执着受 还是执着想 还是执着色中有我 还是执着我中有色 那你到底是 你到底是怎么执着的 那么你这些都要弄清楚 那用什么样去去掉这个执着 你也要知道 那这些你没有经过 经过经典跟你讲 你连想都没想过 连梦都没梦过 那你现在 他的念珠那边念佛 你会了生死 你那个持戒 可以了生死 你那个修禅定 你会关到这边来吗 不会吧 因为你都没有想过 你都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你要怎么了生死 这个是生死的因跟本因 生死的根本因就是我见我爱 那你连什么是我见 什么是我爱 怎么样断我见 怎么样断我爱 有几种我见 那有几种我爱 表现在哪里 平常是怎么显现出我见我爱的 你都不知道 不清楚 不了解 不明白 你要怎么了生死 你认为这样用功就能了生死 没有啊 没有啊 一个石头 你再怎么用功磨 也磨不成一面镜子啊 真的啊 因为他的材质就不对啊 你煮沙 你煮沙 不能沉油啊 你练沙 你怎么煮怎么煮 都煮不出油来啊 你把恒河沙全部拿来走 都煮不出一颗花生的油啊 他就是这样啊 但是你说我只要用功 为道也用功啊 差别在哪里 他现在就要跟你讲这个道理 那这种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读书 他就觉得 我除了就是要修行 我学果就是要修行 那我修行就是要了生死 问题是 你有没有真知道什么叫修行 那一听到人就要在读经碟就说 那个画品冲击那个不是实修 我们是走实修的路的 我常常听到这样啊 那你知道什么是实修吗 就是你的修行 实在能够对你解脱有帮助 可是你这样真的能够帮助到你的解脱吗 因为你连怎么解脱都不知道 因为解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你要先知道生死的根本是什么 你才知道怎么样不生死吗 就好像你生病 你要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生病的 你才去找这个药来治这个病 你都不知道是什么病因 你要去怎么找药 你怎么找药 你要找什么药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慧是很根本的东西 智慧 修行不过就是文师修正的策略 那么这个禅定在修里面 由定中起观照 整个修行就是文师修正的次第而已 那这个基本上都跟你的经 你读经 你了解经 证见证事会有关系吗 那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这个慈戒修禅定 基本上是从这里开始说的 那么这里就是它可以解脱了 了生死的 文所成慧 失所成慧 修所成慧 那你依慈戒得定 色行为戒 依戒 依戒身定 依定化慧 那么在这里 这个是修所成慧 修所成慧 它跟修定有关系 就是依这个定 那么得修所成慧 那这个你修得成慧之前 你要有诗啊 有文所成跟失所成啊 你文所成慧 失所成慧 没有 等到你得定的时候 你怎么去观 怎么得修所成慧 没有办法 你之前都没有无我的观念 那你得定的时候 你要做观 你怎么观无我 关不起来啊 你观的可能是真常心 可能是我 或是可能是其他的 因为你就没有这种观念 你要怎么观 就没有 所以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对实修的定义 其实还是弄不清楚的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 就在底下看 那导师这里 其实就是在讲这种道理 所以他讲 那么他有一些经验 那么他就以为了不得 那确实也不得了 因为你能够用公道 有一些经验 那也是不是很多人都有的 但是你 因为大多数的人 没那么用功 老实说 但是只要你用功 除了那种障碍 比较重的人之外 那么多数人都可以 真的 他其实 老实说 他也不是很难 不是很难 那只要你持续的用功 他说 由于这是灵异的 所以觉得自己不起烦恼 就以为断烦恼 而不为烦恼所难 那么这个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 就近代也有一个 他因为他应该有 我觉得应该也是过去生的原因 那么他这个修残恋 他国中畢業而已 好像国中和国小 但是他很用功 他应该是有那种修残恋的习惯 所以他很容易就得定 他得定的时候 他就是定有调虎环老的理念 他可以辅助环老不起他 就好像前面讲的 连那个武艺 他连拦卓都不拦卓 然后他就以为 他就以为他已经没有烦恼了 正阿罗汉 所以他就跟人家受气 你得什么出国 也非常多 他就以为他已经把烦恼到标里 这个一般都会增上半 在佛传里面很多 佛陀时代就有了 四種二道念法也是这样 得出禅二禅三禅四禅 就以为正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就以为正列满了 也很多 这个就是没有读书 不了解其实不是这样 就好像乡下一个人或是其他人 又有看书 然后很容易被骗 甚至说被自己骗也是 看到这个相片 这个是美国 其实这个根本不是美国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以为 他就以为这个事 他就会误会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心已经有定了 那扶住烦恼 烦恼都不起 甚至烦恼来 他连想都不想 那么他就会误会以为 他已经把烦恼掉尽了 心非常清静 那有一种就是像 比如说我们修禅定的时候 就是修到自己觉得 他就感觉不到呼吸了 那就以为自己得了失散 因为失散才没有呼吸 失散才没有呼吸 那他就觉得我已经证失散了 其实不是 就是你的心不够细 那有些会这样的 那这个是他不起烦恼 以为他就把烦恼断掉了 于是任运的无功用无分别心 就以为得无分别智的证明 那这个就是误会 那为什么这样误会 因为你不明白 不明白 由于起定而定的余力相随 就以为动静意义藏在定中 这是前辈的功德 前辈的这些功德 然后他就以为他有一个他藏在定中 只有佛还做得到 然后他都不分别 他都没有烦恼 那这个就阿罗汉 那看作解脱的有 说得了失散就真的失散 那看作成佛的也有 这个也很多 所以世界上有很多 那么他自以为他已经到了什么境界 什么境界 什么境界 那时不时就有几个这种人冒出来 真的 然后他可能 第一个是他可能真的有境界 但是他误会了 第一个是他没有境界 他骗了 因为骗了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你也不知道 我跟你讲有就有 那这个是 这个是残见的 这导师那个时代应该也有 那现在这个时代 那当然更多 就也很多 那么不知道这还是共世间定的初步 点多就是有一些世间的定而已 因为市场发定都是世间的 就算你到飞翔飞翔 飞翔飞翔很不容易 但是就算你到飞翔飞翔 就算你还是世间 凡夫而已 那么你升到飞翔飞翔天 八万大节 那么很多尊佛 一大节里面就有一千尊佛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你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有一千尊佛 那通常应该不是说 不太可能有固定 固定说一定有一千尊 我觉得这种固定的东西也很奇怪 但是一般是这么说 就一大节就有一千尊佛 那你八万大节有几千尊 有多少佛过去了 他还在反复 你看 所以这个差别就很大 差别就很大 那如果是外道的话 邪见的话 那要跟更多尊佛 那种不过来 他说其实有这样修院的人也并不太多 因为多数的 其实如果你真的用功 每一个人都可以 但是多数的人没那么用功 而且更多数的人是也不会用功 不知道用功 因为他用功的地方就是什么 欲见很自然的追求无欲 那无欲的丰盛就是成功 基本上是这样 钱多 房子大 荣誉 那么有权位 大家 反正这个就追求了这种福利 那你拥有的越丰富 你就叫做越成功 那多数的人不会舍弃这一些 然后追求那些看不到的 因为你解脱你自己还不知道 或是你追求这些修禅店 也不知道有没有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在哪里 因为你不是得到的 但是这一些成功 就是有钱啊 有大房子有什么 享受这个是 你眼睛看出去就看得到的 这些人这么好 这么好 你会羡慕 那你在禅定里面 我跟你讲禅定有多数胜 你也看不到 你现前看不到 那你说多数胜 不知道真的有没有数胜 其实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真的用功 其实 老实说 要得定也不是那么难 但是定要有话会 那就不一定了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跟世间的人来比 得定其实不难了 不要说得定 那他持戒就好 持个五戒 那他持个五戒也不难啊 五戒也不难啊 但是即使多数的佛教徒 有些都还不敢持五戒 不要受五戒 真的 就算你要学佛 你很多人都不一定说 要受五戒 他都会觉得 不管老了 不会犯戒 我现在也受五戒 很多都是这样想 你想想 那当他持戒 他也不那么难 但是你真的要做 也不困难啊 每一个人其实 如果真的要持五戒 多数的人都可以持得好 真的 佛教徒不困难 就算不是佛教徒 也没那么困难 也没那么困难 那修定比持戒难一点点 又难一点点 要有方法 要有人教最好 没有人教其实也可以 你自己就这样静坐静坐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容易走插路 就是要有人教 因为他定 他心力很强 他容易感召鬼神 如果你发的信念不对 他很容易就感召鬼神 就比较麻烦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有这样修念的人 也并不太多 就是真的得定 实际上也不很多 那不很多是 因为我们说过 真的要修行的人也不多 那修行这个 有方法的也不多 那么能够持续的 没有障碍的也没那么多 但是你真的愿意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那有些还在修止过程中 有一些 有些身心特殊体验 就狂妄的不知道自己正面目了 就应该是 应该是导师亲身体验讲的 就是有一些人 因为有一些定的功夫就开始 想得好像什么跟什么样 那也很常见 也很常见 我也常常遇到 有一些人跟我说 他已经震到五韻接空了 说震到五韻接空 等一下要又担心 等一下要又担心 他这个身体不好 他要去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这个身体就是五韻 那你就震到五韻接空了 那你用那个操心 所以你这个身体 要生的什么 变什么 变什么 变成什么药 从你很忧虑你的身体 走下坡 我就知道你没有震到五韻接空 那因为你哪里会因为震到五韻接空 你还这么忧虑你的身体 不太可能 因为五韻就不实在的 那你对不实在的东西这么在意 你又说你一切都不在意 那怎么可能呢 就好像你说我已经对 我已经对钱都不执着了 可是你又去看你那个投资的股票 有没有升 就黄金有没有跌 又很在意 那你又说你都不爱钱 那你骗鬼 那一样 但是他会误会 他会误会 他会误会有那种有那种境界 他会觉得我震得五韻接空 所以我就听过有人这样跟我讲 那这种气宜就是 很多都是真上骂的 会起真上骂是因为他不同情点 他都没有这种知识 他没有这种知识 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 他说修禅的不修官 以为禅那就是般若 那么这是永不能深入出事法中 真是可悲可敏的 可悲可敏的 就是说你真的要修禅定 你必须要有证件 那么要这个证件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禅定是要引发无误会的 我们刚才讲 就定调服烦恼 特别是欲戒的烦恼 那么无色戒定就调服色戒的烦恼 那么色戒的定就调服欲戒的烦恼 那重点是要调服烦恼 那会把我们叫做离欲恶不善之法 离欲恶不善之法 离欲恶不善之法 那么可以引发神通 可以引发无误会 那么它最重要事件到初之间就是可以引发无误会 无误会 无误会 它引发无误会 那什么叫做无误会 无误会 无误会 基本上无误会就是见无我 如实知无我 缘起 缘起无我 有时候叫见势低 有时候叫见劲缘起 有时候叫正无我 有时候叫正正报 有很多种说法 它没关系 它主要就是可以正无我 见无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 由这个才成为初世间 那这个都是世间而已 这个都是世间 这个都在色界或无色界 色界无色界而已 它只是调服了欲界的烦恼 但没有断 它调服欲界的烦恼并没有断 无色界调服色界的烦恼也没有断 它只是调服而已 它并没有断 那这个神通也是共世间的 就五神通 它不报告洛俊通 洛俊通就无误会了 所以 所以它由这个才成为初世间 那你没有引发无误会 你都是世间的 都是世间 共外道共世间的 共凡夫的 都还是凡夫的 所以它这里就知道内外共 所以 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哪里 在官慧 在官慧 所以 没有官慧 这个官慧是什么 就是无常无我 等于我们再来看 就是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你说你石灸 你修什么 你修外道 你修什么 修凡夫 所以才叫做凡夫禅外道禅 其实是这样 那我们在底下看 它说这个是世间的 还是初世间的 是小胜的 还是大胜的 那你说我得了这个禅定 这个禅定 叫是世间的还是初世间的 是小胜还是大胜 那么还要看你的心 因为菩萨也入初禅 甚至佛陀也入初禅 也入二禅 那你说这个是世间的 没有 佛陀入了初禅 是初世间的 因为什么 他的心是初世间的 所以要看你是用什么心 就好像我布施 那你说 那布施是人天上法 没有 菩萨修布施是菩萨道 你说我慈戒 慈戒也是人天上法 慈戒生人 慈善生天 那慈戒是人天上法吗 我如果依菩萨 我以菩萨 我以菩提心来慈戒 那就不是人天上法 这个是菩萨道的滋养 要成佛的滋养 那是大乘的 那个就不是人天上法 那修定也一样 慈戒修定 都是一样这样的 布施 那你看用什么心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这种定 到底是世间的 初世间的 是小秤的 还是说 还是大秤的 这是说得此 慈道地定后 慈道地定得了之后 再上去就是出禅 出禅就是如欲见的 他说如修心上艳相 修心上艳下的六行官 就赤地上升 而成世间的色 不色定 就是你欲见没有定 欲见没有定 那没抢说 就叫做味道地定 那真正的根本定就是色无色定 我们叫四场八店 他说你修六行官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六行官怎么修好 就稍微 那蛮多的 但没关系 他就是六行官基本上是这样 就六个次定 六行官 他通常是心 我们叫做心上艳下 艳下心上 下是下地 那么心上 心热上地 艳悟下地 那念佛也是这样 心求极乐 艳离所谷 也是起心愿性的 那么心上 上是上地 那一般我们把 把这个三界分成九地 通常是这样 三界九地 三界是一界色见物色见物 那愈见 一界色见物色见物色见 三界九地 一界四界五色界 那一界一般叫做五去雜集地 以前叫做五道 後來又講六道 那如果講六道就可以講六去雜集地 也是可以講六去雜集地 或者這邊叫五去雜集地 一樣 好 那色界這一地 一界只有一地 那三界總共有九地 那麼就驗下心上 那麼色界 色界有四地 就出產到四產 就出產 出產天 淋浴 出產 余生喜樂地 出產就是余生喜樂地 你看這個玉界有這種 二產禮喜妙樂地 它一產離產殊勝 二產禮喜妙樂地 一 更殊勝就是禮喜妙樂地 三產禮喜妙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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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讓你知道然後你才心願 所以一樓 一樓比一樓的風景更好 這樣 類似像這樣 禮喜妙樂地 三產的熱是 在這個世間最殊勝的快樂 我們都熱騙全身那一種 就這種 最殊勝的在這裡 熱了 到私產就沒有熱了 它也不是完全沒熱了 就是沒有像那一種 它叫做捨戀清淨地 捨戀清淨地 那無色劍 這個是色劍 它就是一地一地 從我們在這一地 那要修這一地 先這樣修 先要修到出產 那你要先觀 有六種觀 要驗下心上 驗你五區雜居地裡面的 或出 出 苦出 禁廟裡 苦出 禁廟裡 苦出 禁廟裡 心上地的 這一地 要驗你這一地 心這一地 那到這一地的話 又要驗你這一地 心這一地 就是這樣 刺地上去 心 廟 禁廟裡 要驗 要驗 要心 進 廟 禮 禮 禮又叫出 出禮 好 那就是 一開始 六行觀就是從這裡開始修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五區雜居地 禦界 然後要想到 想到這一個地的不好 那麼修這一地的好 那從這一地修到了 到了出禪 就修想這一地的不好 修這一地的好 到二禪的好 那到了二禪 又想二禪的不好 修三禪的好 就這樣 叫做燕下心山 燕下心山 到五色界 五色界一樣有四地 所以叫三界九地 那 基本上就是這樣修 這樣關 這樣關 那麼到了舍戀清清地 要關 這個色界不好 五色界的 空無邊觸地 空無邊觸地 四無邊觸地 那當然你要先去了解 那這一地有什麼好 有不好 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殊聖 你才能修啊 你沒有了解 你也不會知道修啊 你哪裡知道空無邊好到哪裡 四無邊到哪裡 然後這個雖然那麼好 但是還是不好 類似像這樣 四無邊觸地 空無邊觸 四無邊觸 無所有觸 飛翔飛翔出 飛翔飛翔出 基本上這個就是三界九地 飛翔飛翔 飛翔飛翔 好 那这个叫做六行观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 这个叫厌下心上还没到六行观 又什么都还没讲 就是厌下心上厌下心上厌下心上就这样 那么上基本上就是指上帝 上帝里面主要是色无色戒人 色无色戒人 色无色戒人 然后一地一地就让上去 好 那么这个是一般我们叫三界九弟 那现在讲六行观 这个一般就有了 所以我们知道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乐 舍怨清净 那无色戒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常非常 那六行观里面 我们讲厌跟心 我们就要看了一下 也很多人其实也不知道 不知道这六行观到底是什么 好 第一个叫做厌出观 厌 心申请厌 然后出 苦出障 先讲出 出苦障 然后第一个叫做厌出 要去思维 要去思维 叫做厌出观 一个叫厌出观 那么就是去思维 思维什么呢 因为止观止观嘛 你就是要这样修 扶住烦恼之后就要去想 就要去观 因为禅修一开始 世禅就是思维修 世禅 禅叫做思维修 所以你就要去思维 那到了社界 到了无社界就不是思维了 思维修 所以你就要思维 第一个厌出观 厌出观有两个 应该写 应该写 好 没关系写这个 厌出观有两个 一个是思维俱见 因为我们在欲见嘛 思维俱见五成 就设身相畏处 这无欲 其实就是无欲 人起重厚 就是我们就是 因为要追求这个无欲 要起烦恼 而且其实很重的烦恼 人起 出观 你要这样想 想他的 想他的不好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想的 未患理有关系 就是你执着这个 那你要去想他的不好 思维他的过患 要不然你强行过眼泥 就好像你很喜欢吃麦当劳 你要想这个麦当劳吃多了 我会变胖 我会身体不好 我会饮料怎么样 你想不好了 你才会不想吃啊 不然你就会吃什么 我那个很好吃又很便宜 那个又很什么 你就会吃那些垃圾食品 你要先想 他喜欢喝酒的人 他只想到酒的好 他就一直喝啊 你要想酒的不好 你慢慢才能够远离嘛 一样的道理 思维五成能起粗祸 能起粗祸 这个粗祸 就是种种的烦恼 这个叫阴粗 思维阴粗 这个阴 就是他的阴 这五欲的 然后我 就是心 起这个烦恼是因嘛 那烦恼感召召业 召业说到这个果报就是果 这个思维五成 然后再思维什么 五成能起粗祸 这个是因粗 然后在此生 这个身体 想一想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身跟心嘛 那么想一想这个身体 鬼 死尿 我们身体组合的就是 三十六种不禁 以死尿为主就是 它比较不好 那么血 肉 骨 皮 毛 髮 这种种 其实就是这种不禁关于 毛 皮 肉 骨 那么水 血 尿 痰 剔 剔 耳 种种 这些种种组合成这个身体 此生为死尿等 种种组合之物所成就 我们叫做臭皮狼 这个身体就是臭皮狼 一扒开来 就什么都不是 之物所成就 就是说它组合而有的 就三十六种 三十六种不禁 那么形成这个身体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果出 这个是果 这里就是果 果出 因为它要想什么 想这个苦出脏 如果照这个赤地 就出苦脏 我们叫这个出苦脏 好 那么这个是你要去想 就是你在久住心的之后 你去修这个 就去想 就去思维 思维这个 然后你才会再往上伸 出场 二场 是这样 这个是阴出 这个是果出 那么由这样 出阴出果 皆惜怨悟 就怨悟这个 怨悟 出阴出果怨悟 怨悟 起怨悟心 出阴出果 然后这是第一个 出关而已 那么就是怨出关 第二个就是怨 一样 怨苦观 这个是怨出 怨苦 这是怨苦观 那怨苦观是要怎么修呢 一样要思维 要思维什么呢 心中所起 心术 就是起了这些念头 心术法 源于贪欲不能出云 就是为这个五欲所束缚住 经常都是想那些 怎么想都是想这些五欲的事 不能出云 不能出云 就是为五欲所束缚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怨苦 这个就是怨苦 从怨上来讲 是苦 心里面想什么 这个是怨吗 那感召什么 这个就是果 那感召什么 你常常想欲戒的事情 你执着于五欲 你就是收欲戒声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然后再思维 就是这两种 就从因果上讲 欲戒的暴生 是果暴生 一个就是心 一个是生的 一样都是这样的心 这个是生 人情众莫 从头烦恼 欲戒 欲戒暴生 就是果暴生 一个是想这个生 其实就是三十六种不禁组合的 应该是这个生 常常又受什么苦 我们常常要受什么苦 饥饿寒热 常受饥饿寒热是苦 有想到我们都会常常受什么苦 常受 饥吃不饱 寒 穿不暖 饥渴寒热 饥渴 寒热 寒热 常常要受饥渴寒热 是病痛刀障 病痛刀障等苦 受这个饥渴寒热 跟病痛刀障 病 特别是病 刀障 知苦 被打被杀 怎么样 那么 等等 这些苦所逼迫 常常要受这些苦 为 饥渴寒热 病痛刀障所逼 这些苦所逼迫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国苦 国苦 所以殷苦 国苦 就是生辛苦 其实就是生苦辛苦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生苦辛苦 那生粗 心粗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思维这样 觉得不好 那藏呢 第三个是 因为厌下修上 厌有三个 那上 心上也有三个 所以就变成六个 这六行观 那第三个是厌障观 那第三个是厌障观 就是厌礼 厌礼是什么 这种障碍 第三个是厌障 厌障观 那厌障观 厌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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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障观是什么 我们来看 你要怎么想 改天你们如果 也许修到九处心 那听到这个人 就说 我要这样想 就会修六行观 要得出场 当然有些人也不一定是这样修 但是这个是一种方法 這個是心上腺下的修法 有些人他得出產不一定是這樣思維的 不一定 他就是專注呼吸 他在專注上去 他也許可以得出產 但是有一些是從這樣修上來的 六行官刺激上升 那麼這個腺下官是怎麼修呢 他說這個思維 一定要是思維 你要這樣去思維 思維什麼呢 一樣有兩個 生跟心 他講煩惱附障真心 這個煩惱 那我們沒有智慧 煩惱覆蓋 那我們沒有智慧 所以障礙住人 負障真心 這個是陰障 這個是陰 陰障 從心 障礙這個心 心的真心 自心 親近心 基本上是障礙我們 讓我們沒有智慧 那麼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此生只愛不得自在 遇界生沒有辦法自在 不是這樣 不像色界生 他可以 天人可以自由飛行 飛來不去 我們沒有辦法 那天人的生可以穿搶脫避 我們沒辦法 我們只要一個門就擋住了 就是 我們會受到這些影響 他就是 厭惡欲戒 不是 此生只愛 厭惡 厭惡此生只愛 就是只愛 不能自在 不得自在 這個是果障 果報上就障礙了 天人人生又殊胜又高堂 又自在費 他要 天人要到人間來很容易 人間的人要到天上去去不了 所以佛陀去刀天 佛陀去刀天問母親說法的時候 人間的人就說 那麼 去太久了 佛陀你趕快回來 因為你在這裡說法 天人可以下來聽啊 可是你在天上說法 我們上不去啊 就差很多啊 這個是 厭的部分而已 等於我們再來講 講這個心 那這個是所謂的厭相 好 那來講 心上 就稍微了解一下 已經講到這裡了 好 心上 心也是三種 他是 心進 心 妙 心 禮 那麼 聖 妙 出 有書寫 聖 妙 出 不是 他是這樣 他是相對的 不是進妙 出 苦 苦跟廟 不是 出 苦跟 見妙禮 對啊 但是他是 聖 妙 出 也是可以 出跟聖 出就是聖 他是戀 出截 出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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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這個比較戀 出戀 出戀 所以是這樣 他是出戀 出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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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是 第一個是他寫新聖觀 新聖觀是 也是要思維 這是第四個 第四個新聖觀 前面三個是 新聖觀是 厭惡 欲戒 下裂 貪欲之苦 欣喜 出禪 上禪 禪定之樂 他會這麼寫 他是一邊起 厭惡一邊起 新聖 就是對比 對比而起 因為你有比較而起 新聖 殊聖的感覺 他是 厭惡 欲戒 下裂 貪欲之苦 所以 初裂 貪欲之苦 厭惡 欲戒 下裂 貪欲之苦 然後 新喜 出禪 上禪 禪定之樂 你的新喜是 由 厭惡而起來的 新喜 出禪 出禪 這個應該說 祟 這個應該是 妙樂 所以 他是 苦樂相對的 這個是 障礙不得 處理 所以 他 是 寫 出 妙 出 其實是這樣 那麼 欣喜 出禪 上禪 禪,隱定之樂 下裂 mortgage 跟上禪 所以 寫 欣聖觀 上聖 那麼禪定之樂 就苦樂 這是第四個新聖觀 第五個新妙觀 妙樂 新妙觀 第五個新妙觀 是厭惡玉戒 貪玉 厭惡玉戒 相對玉戒來說 色戒就殊勝 玉戒 貪玉武成之樂 對於 對於執著這個五欲的 這些快樂 你覺得很厭惡 五成之樂 而且心很散亂 心亂遲動 心 欲見是閃心的 遲動 然後 你先洗 先洗 出殘 我們說這個是從 五去夾區地要到 離生喜樂地 要到定生喜樂地 又不一樣 先洗 出殘 殘定 出殘殘定之樂 得了出殘 就心定不動 心定不動 這個是心亂遲動 這個是心定不動 就殊勝了 這個是心妙觀 然後第六個 就最後一個 叫做心出關 出就是出零 心出關 那麼障就是障礙不能出零 我蓋住了 那麼心出關 心出關是 你要這麼想 那心妙觀還有 他有兩個 他說心妙觀還有 心妙觀還有這個 還沒洗完 那夜霧欲見 然後欣喜出殘 這個是一個 還有一個 那心勝官 那麼 夜霧欲見 貪欲五成之樂 就剛才的那個講的 憂慕欲見 心妙 心神 對 心妙 心妙 他還有一個 厭惡 厭惡 這個 欲見 錯慧之聲 就剛才的那個講的 就厭惡那些 臭惠之聲 這個只是 這個心一個 他有對比 對比 臭惠之聲 欣喜 欣喜 欣喜受得出殘之聲 欣喜受得出殘之聲 他說這個出殘世界的聲 是如盡中相 雖有形色 如盡中相 雖有形色 而無之愛 就前面 對照前面的那個 厭 厭下的修法 苦出帳 雖有 雖有形色 而無之愛 無有之愛 這個 這個是 新廟觀 然後 新出觀 第六個新出觀 新出觀 就靜妙禮的禮 新出觀 新出觀是 厭惡欲戒 煩惱蓋 蓋章 厭惡欲戒 煩惱蓋章 新喜出產 新得出禮 也是身心的 新 新得出禮 另外有一個 他說厭惡欲戒之聲 厭惡欲戒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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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愛不得自在 先期出場 你還沒獲得 但是你要先生欣喜新常去追求 是這樣 欣喜出場 獲得五通之聲 可以引發神通 獲得五通之聲 自在無愛 大概這個就是所謂的六十五官 他說如果這樣修六行官就次地上升 就是你在玉界五居雜居地 你就新求這個離身喜樂地出場 在離身喜樂地你就新求定身喜樂地二場 在定身喜樂地你就新求離喜妙樂地三場 就這樣一直修 修到非常會飛翔 其實是這樣 那麼就這樣一直次地上去 那每一地每一地都是修這樣 驗下心上 驗下心上 好 那麼他就次地上升而成 世間的無色界定 在玉界就成就色定 到了色界再往上就無色界 四場八令 就這樣 可以這樣修 他說如果以無常為官門 這個是新驗心官這個驗 官這個出苦障 但是如果你官無常那就不一樣了 那什麼 他是成就色無色界定 但是就是你官這個驗下心上是色無色界定 但是你官無常就是什麼 見入無我我所 就是無我無我所才是升而聖的定 就是聖者的定 就是這樣 如以此官法性空不生不滅 則以大聖的般若相應 就成就大聖殘定 好 那麼這裡就分出 那麼這個定大不 這個大聖不共法裡面 這個不共大聖不共的定 其實是官法性空不生不滅 所以他說但修禪定不修官位 是不能解脫生死的 所以你一定 你如果只是願下修上 你沒有官沒有無我的智慧 那麼你是不能得解脫的 因為生死的因應是我 我見我愛 那你不官無我 你我愛 你怎麼可能得解脫呢 你得禪定他不會得解脫 所以世間有很多外道他 他也很多神通案 也有神通案 但是他也不可能得解脫 不能得解脫 所以不要說成果 解脫都不行了 小聖的禪定都成就不了 處理都成就不了 你拿了一個成就大聖 多了相應的定 那是不可能的 那後面會講 大聖跟小聖的定差在哪裡 後面會說 他說如修此定 與無所得慧相應 就是三輪其功的長波羅密度 好 波爾波羅密 最尊最第一 解脫之所依 諸佛所從出 所從出 那底下要說波爾 六度裡面 布施慈見忍入 精進禪定波爾 現在講到波爾 六度的波爾 這個六度講完 後面就講 就開始講這個 講這個三大喜 講這個大聖三喜 如來詐為詩 就放在最後面了 好 他說 波爾波羅密多 在一切無肉功德中 要算是最尊貴最第一的 因為沒有波爾 你就不能成無肉 你有種種的功德 但是你沒有波爾 你就不能成為聖者 就盡量講的 一切邪之人皆無違法而有差別 你有沒有證得無違法 你有沒有無肉 才決定你是凡夫跟聖者 其他的宗教不一定 其他的宗教聖人跟凡夫 他的界定有些不太明顯 比如說奴家 奴家聖人 三界 他們講西聖西賢 這我們跟大家講過 奴家講的聖人 奴家也是聖賢之道 奴家也是聖人 奴家的聖人 奴家的聖人在我們看起來 也不是他們是聖賢 西聖西賢 聖賢之道 讀聖賢書守學何時 講出的 那個聖是什麼 三代以前才有聖人 三代以後自己有賢的 遙順與湯文武周公 但是我們這樣來看 我們如果從他的一生 他講的話來看 這個不是佛教的聖人 這個只是世間的 他不能叫聖人 如果要叫的話叫世間的聖人 遙順與湯文武周公 孔問周公 這個是孔子以前的 遙順與湯文王武王 文武周公 寫好了 奴家也是這麼說 孔子以前 以孔子 以孔子來做界定的話 孔子以前的叫做 三皇五弟 從遙順 湯 湯是商湯 的旁名很有名 是洗澡的盆子 果熱心 日熱心 又熱心 三湯的盆子 就周又名 刻在洗澡盆上面 遙順與湯文武周公 孔子 那孔子是跟做工學的 那到孔子之後 就是孔子底下 孔孟岩尾 到岩尾 一下就沒有聖人 岩尾 岩尾算是聖人 那岩尾之後就沒有 就全人 就是這樣 因為孔孟岩尾 那其實岩尾在孔子時代 論子在後面 這個是奴家的聖人 但是他並沒有出事 他是世間的 奴家只是世間的 而且他的聖人的定義 其實是有前面的人 去往前推的 他也沒有 就是 當然他有一些標準 但是沒有一種很絕對的標準 這個我們講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聖人 比如說基督教的 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 天主教的聖人 基本上像 上帝那個是神 那他們就是 由這個教宗 就是他們教宗裡面 有一些主教 他們歷代的教宗都被豐盛 他們被封為聖人 他是有條件的 但是就是由這個主教 大主教 這些主教 投票 或是說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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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標準 就是說 你要有神 你要有神機 有一些神機 有三件 好像幾件 有神機 那神機是什麼呢 就是 比如說這個人 這個人眼睛看不見 那經過你祈禱 加持之後 他眼睛就看見了 至少好像還有三件這樣的事 那麼 然後再根據他對上帝的信仰 理解 然後再給他封聖 比如說德雷莎修理 他就被封為聖人 那所以這樣的 其他的宗教有不同的聖人 比如說威教 穆罕默德是聖人 那麼這種聖人的標準 其實有很多都不一定的 而且你看天主教是 由凡夫來 由後面的 他沒有被封聖 這些主教 或是來認定他是聖人的人 並不是聖人 認定他是聖人的人 並不是聖人 那由這些人來認定誰是聖人 佛教不是這樣的 佛教 你是凡是聖 那 奴家也是 奴家誰是聖人 那個也是 也是後面的這些人去認定的 並不是聖人來認定聖人 不是聖人 那 佛教基本上 反跟聖 又反是聖 反跟聖 最主要的差別就是 你有沒有見到真理 你正的真理 你就是聖人 真理 真理就是我 你有沒有悟得真理 正得真理 有沒有見法 有沒有正得這個真理 文化書叫做四弟 四聖弟 或是叫做劍法 元起法 四聖弟 忠告 無我 就是這樣 元起四弟 忠告無我 基本上是這樣 你有沒有見到這個真理 元起 元起四弟 然後是劍四弟 真實的真理 中道 無我 我們有時候也有叫商法院 法院 通常就是主要是無我 主要是正得無我 元起無我 那麼這四弟是正無我的方法 古其虐蕩 那個中道 非常虐斷 不予不予這種正法 那主要是正無我 因為我是生死解脫的根本 你把我見斷了 你的生死根本就斷了 你一定會正阿魯漢 現在還沒正出國 但是你一定會正阿魯漢 因為你的生死根本斷了 生死根本是什麼 就是我見了 所以你有沒有見我 見法 見元起墓 見無常我 你有沒有見 那麼如果有 那麼你就是聖者 如果你沒有 就算你有神通 你也不是 你也不是 所以這個是佛教裡面 凡跟聖 就是凡夫跟聖者的主要差別 不是誰決定的 不是誰認定的 就看你有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不是說佛說你是聖者 你是聖者 不是這樣的 當然佛一定知道你是聖者 不是聖者的 不是由誰來決定你是不是 而是由你自己決定你是不是 你達到這個標準的你就是聖者 那菩薩就是無神法的 那麼聖文就是正出國 那都是正無我的 斷我見的 只要誰斷了我見 誰就是聖者 那麼聖者一定不會墮三二道 那麼他假以時 也許馬上也許沒有多久 也許一年也許一世 最多最多七次人天往來 他一定會正阿魯漢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這個是佛法裡面說的 凡跟聖者的差別 好 他這裡講 那這個差別來自於什麼 智慧 只有智慧才能正無我 沒有智慧正不了無我 那智慧必須要有禪定 如果你至少要有味道必定 最少最少要有味道必定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引發不了無後悔 引發不了無後悔 那麼禪定要得成就要有戒 沒有戒障礙起來很難修定 很難修定 所以你沒有戒你墮入第一 那你第一怎麼修定 沒有太苦了沒辦法修 你墮餓鬼道 你天天都沒得吃 一天整天都在飢餓當中 你怎麼修定 修過了 你在促聖道 天天出門就是被人家追 或是被人家吃掉 或是很苦 你怎麼修 沒辦法修 那你人貧窮 貧窮多病 然後障礙多也沒辦法修 就是你沒有安定的身心跟環境 你很難修定 等一下戰爭這邊跑人跑 等一下剛修到呼吸 剛要一新的時候炸彈下來了 你要怎麼修 你根本就沒修 那你剛剛要修到腸子都好了 肚子痛了 生病了 你障礙多 都是由於你不辭戒來的 那你因為不辭戒 那麼你就身心不得安定 環境不得安定 正暴衣暴都不好 那你要怎麼修定 所以你沒有慈戒 你定不太容易成就 那心也散亂嘛 攀遠六成也不容易嘛 你不容易心嘛 那也不容易有那個環境配合你 那你定不成就 你慧不能 你沒有辦法引發無若慧 沒有無若慧 你不可能得解脫 所以才叫做真上戒 真上心跟真上慧 人眼睛叫做什麼 三無肉血 你要得無肉 必須要這樣成就 沒有這樣你修不了 殺心不除 成不可出 如修三昧本出成老 那如果你有殺心 那麼你就不可能 不可能離這個生死 就是你會生死相遜 因為其有殺心 那就有生死相遜 你要修定本來就是 你要修定本來就是要解脫的 解脫生死的 那你有殺心 你怎麼可能解脫 你三個道都解脫不了了 你還解脫三戒 不可能啊 講的就是這種道理 但是你有戒有定 你沒有慧 一樣不可能解脫 一樣不可能解脫 你也出不了三戒 慧是根本 但慧必須要定 定必須要戒 但是有戒有定沒有慧 一樣不能解脫 所以這個我們要知道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佛法的無邊功德 他說金鐘以無邊讚嘆來讚嘆他 到底是什麼意義值得這樣的存現 佛法的無邊功德各有特色 就是波羅波羅密 就是波羅波羅密 就是可以到彼岸的智慧 可以解脫的智慧 基本上是這樣的 但是這裡是成果的智慧 但是從波羅波羅密 這個意義來講 他是可以解脫 到彼岸的 到涅槃的彼岸 可以解脫的智慧 那他說 所以說告底是什麼意義 值得這樣尊敬 佛法的無邊功德各有特色 就有很多 戒定慧 解脫解脫之間 忍入驚嚇 反正非常多 善法裡面有很多 那麼 當波羅卻有一個特殊的意義 種種的功德 比如說我們講七聖禪 信誡慧文捨慧 這也是五根五立 信禁念定慧 這些都是佛法中的功德 那麼這些功德 都可以有值得被尊重的價值 但波羅卻有一個特殊的意義 值得尊重 這個就是佛法的根本 所以智慧是佛法的根本 修潛不外乎就是智慧的成就 真的 我們講就是文師修成 就是智慧的成就 那麼由智慧 真正的智慧又起無私的慈悲 由無我 由無我的智慧 起無私的慈悲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都是慈悲的人 這樣 那麼大智慧就會生大慈悲 大智慧就會生大慈悲 那真正的慈悲就是無私的 那只有無我才能做到無私 基本上是這樣 我見我愛你們 所以這個是佛法的根本 智慧是佛法的根本 那麼波羅是凡夫與聖者 是釋法與初釋法的差別所在 所以你是凡夫還是聖者 那你是釋 凡夫就是釋間法 當然外道也是凡夫 一般我們會分凡夫外道 凡夫就是一般的人不修行的 外道就是一般的人在修行的 那不一樣 有戒有定的 那凡夫有可能也沒有戒也沒有定 那外道是有戒有定的 但是他沒有智慧 他還是凡夫 他還是世間 所以世間跟初世間的差別 凡夫跟外道的差別 實修跟不實修的差別 在智慧 不是在戒跟定 所以這個是根本 很多人不瞭解 知道波羅是凡夫與聖者 釋法與初釋法的差別所在 所以一切無肉的功德 一切三聖的聖者 都依波羅而有 沒有波羅就沒有聖者 沒有聖者也沒有聖者的差別 聖文必實佛跟佛 沒有 如經中說 這裡你的經是 某波羅波羅蜜經 眷 3 他說 欲學聖文地 亦當英文波羅波羅蜜 波羅蜜就是智慧到彼岸 無漏的智慧 波羅是指無漏的智慧 能夠到涅槃的彼岸 欲學辟之佛地 生文辟之佛 應當學波羅布羅密 欲學菩薩地 亦應當文 波羅布羅密 一般我們講三聖 生文辟之佛跟佛 但是成佛必須要先學菩薩 所以三聖 但是有四 一般我們講三聖 生文 辟之佛跟佛 但是三聖裡面有四聖 聖這個聖 他是生文 我們叫阿羅漢 生文 阿羅漢出國到四雙八倍都是 生文 生文裡面有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四雙八倍 出國相 二國相 三國相 四國相 那麼畢之佛 獨覺 畢之佛 另外還有多一個菩薩 那菩薩跟佛是一聖 就是同一類的 佛是國 菩薩是因 那你說為什麼不分四聖 沒有 就只有三聖 菩薩是因 所以他是同一類的 但是聖者的時候 他就分開來 菩薩也有聖者也有凡夫 那麼聖者的菩薩就是無神法人菩薩 我們叫阿比伯治菩薩 我們叫阿比伯治菩薩 一身補助 還有一身補助菩薩 有時候叫阿比伯治 阿比伯治就不退傳了 不退傳阿六東的三百科目 阿比伯治菩薩 我叫不退傳菩薩 阿比伯治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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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初德法身 這個是後德法身 有的人還在中間又有分 七零 八零 九零 十零 有的人到一身補助就成佛了 一般把這個叫等絕 有的人把這個叫死益 不一定 這個菩薩後面就有佛 這個是還沒成佛 那麼一身補出 後來就成佛了 就是到這裡有佛 所以一般我們講六凡四聖 六種凡夫 四種聖者 身文必知佛 菩薩佛 但是我們講五秤裡面的三秤的時候 五秤裡面 五秤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是大乘不扣法 但是凡夫裡面就是人天兩秤 人秤跟天秤 然後再加上身文 辟知佛 就變成五秤 五秤共法 就是這樣 五秤共法 三秤共法 大聖不共法 講的就是這個 人跟天就屬於凡夫 但是也有聖者升到天的 但是一般我們講 人秤天真是在凡夫裡面 他修的不一樣 但是不是天上沒有聖者 天上也有聖者 人間都有聖者 佛就在人間 他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是凡夫 不是 而是說你修 你修這個人秤 那麼修五戒 修天秤 修十善 修定 那麼如果你是 比如說你是出國的聖者 你在人間 你也修五戒十善 你也是有戒有善 佛陀是帶來很多聖者 他也在人間 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是凡夫 不是 也不是說所有的天都是世間的 不是 但是一般我們講五秤 其實就是人正 天正 身文 畢之 佛跟佛 或是叫菩薩秤也可以 但是講四種聖者 六環四聖者 四聖者的時候 菩薩跟佛就不分了 他就變成四種了 好 我們到底下看 他說 因為菩薩是出世聖法的根本益處 那前面講 先看三百五十三頁 他說 總之沒有菩薩 就沒有出世聖者 沒有無肉功德 所以佛法是超聖你世間的特質 就是唯有菩薩 就是出世間的就只有菩薩 那菩薩怎麼來的 當然你要從經教中來 就說文字菩薩 從文字菩薩起觀照菩薩 從觀照菩薩才陣入實相菩薩 真正的菩薩 聖意的菩薩 其實是這樣的 那你說你不讀書 你怎麼知道 你自己想 怎麼可能想得通 想不到 你怎麼知道 沒有跟你講 你怎麼知道是無我 你怎麼知道什麼是無我 不知道啊 不知道 菩薩是出世聖法的根本益處 所以是三聖解脫的守益處 三聖聖者都是依菩薩而解脫生死 確實是這樣 就是我們講無肉慧 一切諸佛所從而出生的也是菩薩 所以菩薩是佛母 佛母不是把 佛母是生出諸佛的 另外我們講的佛母是 釋迦摩尼佛西達多的母親 摩顏夫人 那個是世間上的母親 那個是生出希達多 不是生出佛 只是因為後來希達多成佛 他不是指摩顏夫人 是佛母 當然摩顏夫人 因為希達多後來成佛了 他叫做釋迦摩尼佛 所以我們叫他佛母 但真正的佛母是能夠讓你成佛的根本 因為你有這個波勒 你就能成佛 這個叫佛母 所謂波勒是佛母 葬草有時候就把 他又把形象化 把一個女眾 跟修雙修法或是怎麼樣 叫做佛母 不是 佛母是波勒 波勒 經典裡面講 就是用他能夠 因為有這個波勒 所以就有佛 因為有這個波勒 所以就有佛出現在世間 從這樣來講 從出生諸佛來講 所以一切諸佛所從而出生的 也是波勒 所以波勒經稱波勒為佛母 如經中說 這個也不都是摩後波勒 摩後波勒波勒密接馬 他說波勒波勒密能生諸佛 自度菩薩方便以為父 但有時候在講菩薩的功德或是佛 基本上就是依波勒跟依方便 方便也是智慧 方便是度眾生的智慧 那麼波勒是斷繁惧的智慧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自度菩薩方便以為父 其實就是波勒 這樣波勒為二聖聖者的生母 這個自度菩薩方便以為父 這個是維摩傑所說經說的 維摩傑經說的 又是佛菩薩 他說波勒是二聖聖者的生母 又是佛菩薩的生母 就是說如果這樣來看 那波勒是三聖的 波勒是佛母 那也是出生 但是生文辟知佛 佛都是因為波勒而出現 而有的 那這樣照理來講 那這是同一個波勒還是不同的波勒 那如果同一個波勒 為什麼會有生文辟知佛 佛 那如果是不同 那為什麼又同樣都是波勒孫的 好 那這樣來看 所以他說那波勒到底是小聖法還是大聖法 他說約他這裡從兩個不同的地方說 那我們把它分開來才比較容易看 第一個約波勒的廣義說 波勒到底是大聖還是小聖 波勒是大聖還是小聖 他說第一個約 波勒的廣義說 約廣義說 廣義 就解釋得比較廣 那第二個就是約聖 約聖意說 約聖意說 約聖意說在倒數意思好 這樣我們才分得清楚 約聖意來說 約他的聖聖意約他的廣大意 這個是約聖聖意約廣大意來說 從這兩個角度去看 廣就是廣大意 聖就是聖聖意 好 那這樣我們才比較分得清楚了 就是在約廣大意就是我們這裡看的 約波勒的廣義說 然後聖聖意說 是在倒數第四行底下 好 那約廣義說 專約人生聖聖法說 他又分兩個 分兩個 約人生聖法 人生聖者的聖法 能夠正入聖法說 人生聖法說 第二個是 依波勒正入空性說 依正入空性說 這個分開來才看得清楚 不然這樣寫 我們看不清楚 依正入空性說 正入空性說 因為現在在解決 波勒到底 因為波勒又可以 所以學波勒才能正聖文 並稱畢師佛正成佛 波勒到底是大聖還是小聖 這裡講的是大聖不公公 那麼說 約人生聖法說 好 這個分兩個 那麼 約人生聖法說 他是三聖共學 都要學的 都要學的 都要擁有的 然後約一正入空性說 那麼 他說 聲文毛孔公 菩薩太虛公 就是三聖共學都是都一樣 那麼 就是波勒沒有差別 就是 這個就是沒有差別 三聖學的波勒 都是要的 就是 沒有說 這個誰修的什麼不一樣 但是約正入空性說 就是 學就是剛開始要學 初學 那麼這個是因 這個是果 就是說剛開始要學 一直都波勒 但是正 等到正的的時候 那個不一樣 類似像這樣 好 那麼約正入空性說 聲文毛孔公 就是大聖小聖 就是大聖小聖 聲文就是小聖 因為他這裡要寫 那麼波勒沙 就是大聖 那這個是大聖小聖 共 大小聖都是共學 都是共同 共修的 共學的 這個是剛開始學的時候 是這樣 但是等到正的的時候 那麼 聲文的是 這個小聖 就不一樣 他就要分不一樣 小聖的是毛孔公 就是毛孔公 都是建空 無我 公無我 這是毛孔公 那麼 菩薩 大聖 他是太虛空 那這樣看我們就比較清楚了 那麼這個是從初學波勒 這個是已經正的波勒 那這樣不一樣 那再往底下看 他說 那但是這個空並非子的不同 他是量的不同 他說 子 這個空的子是一樣的 但是量不一樣 所以這裡講就是子筒量不同 那初學就沒有分了 初學沒有分什麼 沒有分什麼質量 但是等到你學成就的時候 就有分了 這子筒量不同 就太虛空了 好 那子是一樣的 都是空 好 那在我們底下咖 三壽渡河為相像才能徹底 乃能究竟諸法實相 那這個是引這個 太虛空跟毛孔空是引大四度論的 那這個三壽渡河 引的是大彼伯沙論 那個經典裡面也有講 那這個三壽渡河是這樣 我們就寫一下 寫在這裡 三壽渡河 三是洞部 渡過一個河 渡什麼河 渡園齊河 那他的文是這樣 這個時間到了 我們先大概講一下就好 下次教人解釋 三壽是 那個兔馬跟象 這三壽是兔馬跟象 兔馬跟象 然後他們要度過一條圓起河 就是圓起盛生 圓起河 它只是比例 就是你要悟得這個圓起 圓起迅宮 渡圓起河 那路圓起河這個兔比較小隻馬 所以它是什麼 它 兔與水上淡浮河渡 這個兔 淡浮 浮在水面上 但是它也是 也是過這個要渡 淡浮河渡 這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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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時候踏在海底 水底 河底 有時候沒有踏海底 所以不一樣 握履地 握浮河渡 就是踏到海底走過去 履地 河底 就是腳踏到這個馬 握履地 履這個河 河底 乳地 握浮河渡 女地 握浮河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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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兔子是不可能踏到河底的 那馬就不一樣 那象 一定都是從頭到尾都踏過去 橫石到底額渡 因為象很大 尤其是象象 橫石到底 就踏到這個河底 到底額渡 就是能夠見到這個圓崎最深處 額渡 然後用這個來比喻 身穩屁之佛跟佛 身穩屁之佛跟佛 用來比喻身穩屁之佛跟佛的 這個三獸渡河 這個是一正入空性說 那耶穌 他說這個深淺不同 但是同樣都渡河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到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從這邊再來講 大家合掌不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顧及於切 顧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皆共臣佛道 都會比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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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